您好 欢迎收看6月16号的大花莲地方新闻 首先带你来关心花莲县的疫情记者会 16号花莲疫情增加了8位确诊者 县长徐政卫在记者会上呼吁 乡亲能够避免群聚 在疫情发生之后 有任何经济及社会上的需要 都可以拨打花莲县政府关怀专线 让大家一同度过疫情难关 16号的疫情记者会上 县长徐政卫说明了6月16号的疫情 以及疫苗的接种情形 并且也呼吁花莲的民众 能够尽量减少群聚 以免造成染疫的情况发生 案主13195 这个案主 案主的先生的妹妹 也就是案主的小姑在昨天确诊 那小姑跟母亲同住 所以母亲今天确诊 这是一例 再来就是13195 的这个三女儿 三女儿的这个未婚夫 还有儿子在昨天和前天分别确诊 而今天三女儿自己也确诊 所以这从13195 延续下来的三个家庭的确诊 今天一共有八例 CDC也非常非常的重视 所以从泥水工也就是从桃园 观音工地延伸到我们的新城 在泥水工还有一户是在秀林 延伸出来的13195 这个部分 在昨天CDC对于花莲的案件 非常的重视 所以专家学者也在研究整个疫调的过程 他们将这整个从观音 从延伸到花莲的泥水工 这个一家再到重德这一家 所以这是整个一个联动性的 所以这确诊的路径是很清楚的 社会处长陈家富在记者会上 说明目前花莲县政府的各项关怀专线 安心上工的政策 提供给在疫情之后没有固定收入的民众 能够寻求协助的专案方式 请各位乡亲务必依照自己的身份别职业别 来了解各部会他可以申请的纾困方案 这样子你有第一线的一个保障 那也有的是109年已经核定的 或是109年没有被核定的 那现在中央部会都在线上作业 预计向卫福部的话明天他最晚6月17号 就可以把109年没有核定的案子 他会重新整个筛选一遍 那就会接到通知是否通过 所以各位只要到相公所去拿申请表 或上卫福部网站去拿去下载 这个扩大纾困方案的申请书 填写完毕之后或是在线上填写 纸本的填写完毕以后禁忌卫福部 在网站上所列的邮政信箱就可以了 最后县长也在记者会上说 17号秀林将会开设三个筛检站 因为这个崇德的这个家族的部分 所以我们其实在崇德村已经做了三场的普筛 一共筛检的人数已经高达了1360人了 一千三百六十人等于说在崇德村里面 我们已经做了将近百分之七十五点八了的人 为了就是希望除了围堵以外 也找出无症状的代言者 也呼吁民众能够减少家庭的群聚 才能够避免染疫的情况再发生 记者林杰花莲市采访报道